连日来的大雨造成雨水宣泄不及 路面都被泥水给淹没 这样的画面对于住在低洼地区的民众来说是最大的噩梦 台湾即将进入汛奇 为了避免淹水情况发生 台中市水利局公布防汛准备情形 那第五是有关驱排下水道及野西的一个排水道的一个清疏情况 那水利局已经完成了四管驱排清疏50公里 中央管驱排清疏25公里 雨水下水道清疏17公里 野西清疏8公里 一共117公里的清疏作业 那也关于环保局的部分 在专案提报的部分有505处 那环保局悬查的结果有448处是不需要没有堵塞 那57处堵塞的部分已经清一于完成 不要发生水患的时候看得到用不到 看你的抽水机在某个地方就是没办法掉过来 然后这些可以移动的 能不能及时能够来救灾 这个就是对我们整个市府灾害防救的这个整个能力的一个考验 台中市长林嘉隆指出 灾害防救是对政府能力的考验 面对讯息应该要加强警戒 而市府目前备有26000包沙包 完成307公里的排水清疏 以及51部抽水机养护 希望能够防患于未然 另外003副市长也提到 雨水积水容易滋生病没纹 也呼吁区里加强清理 去年的登革热的发生的时候 有很多的居民 就是进水口发蚊子从那边上来 就把它盖住了 到现在没有打开 这种的状况就是 像这种突然下的暴雨 震雨这种状况 很容易造成路面的积水的现象 台湾即将进入梅雨及台风季节 气候变迁快速 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无人知晓 唯有做好完全准备 严正以待 才能降低事故及意外发生的几率 旧军台中采访报道